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被西方一直在唱衰 越唱衰的同時,美國和西方盟友又頻頻都抄招 例如歐盟推出全球門戶基建計劃 2021年12月正式公布 並在今年9月公布了 由總計60家企業組成的全球門戶商業諮詢委員會 《南華早報》10月25日的報導 發現委員會其中一間企業可能被鼓吹降低對華風險的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諾欣感到尷尬 原因是公布的名單顯示 委員會成員中包括了葡萄牙電力集團 而EDP公司目前最大的單一股東 就是中國國有企業三合集團 股權佔比大約20% 歐盟委員會對於全球門戶商業諮詢委員會寄予厚望 在9月公布委員會名單的時候 馮德諾欣說 這個委員會將會幫助歐盟更緊密合作 更快實現綠色和數字轉型 促進歐盟的合作夥伴和歐盟的經濟發展 雖然歐盟避免直接談及到中國 但是外界普遍都認為全球門戶是志在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有德國智庫專家就直接指出 沒有一帶一路倡議就不會有全球門戶 10月25日歐盟在布魯塞爾舉行首屆的全球門戶論壇 除了歐盟成員國之外 來自16個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領導人也會出席這次論壇 在歐盟紅心勃勃準備幹一番事業的時候 《南華早報》在仔細翻閱商業諮詢委員會名單之後發現 歐盟邀請了最大單一股東是國企的葡萄牙電力集團 為全球門戶計劃的施行建言獻冊 公開資料顯示葡萄牙電力集團 在1976年成立總部位於葡萄牙里斯本 是葡萄牙最大的能源公司 目前業務主要覆蓋葡萄牙、西班牙、法國、波蘭、 羅馬尼亞、巴西和美國等14個國家和地區 2011年為了應對主權債務危機 葡萄牙政府開始出售他們政府持有的電力、電網、 航空等企業股權 出售EDP股權就是這次私有化計劃中 第一個也是最大的項目 同年12月三合集團成功中標大約21.35%股權 成為了EDP第一大股東 市場諮詢公司Market Screen的資料顯示 三合集團目前股份佔比大約19.98% 此外南華早報還提到委員會的另一間公司 總部位於法國的歐洲通訊衛星公司 也有中企入股 目前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是這間公司的第八大股東 報導說歐盟官員一直以來對於中企參與 全球援護計劃都是持反對態度的 今年6月歐盟委員會前數字和競爭主管甚至揚言說 中企在歐洲贏得任何合同都是一個錯誤 對於EDP集團位列全球門戶諮詢委員會的名單之中 多名歐洲議會的議員24日提出異議 說事件影響非常令人擔憂 有議員還說事件令人廢解 因為全球門戶計劃的目的 是在於應對中國的影響 而不是進一步擴大中國的影響力 10月18日在第三屆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結束之際 外長王毅曾經在記者會上說 中方的一帶一路是開放的平台 中方歡迎各方隨時加入 同時中方希望其他國家的互聯互通倡議 亦能夠秉持開放的態度 不要搞封閉的小圈子 王毅還說中方願意和所有互聯互通倡議進行對接 共同探討對發展中國家有益的合作 比如可以和歐盟提出的全球門戶計劃對接 發揮各自的優勢 形成合力 共同幫助發展中國家 加快建設基礎設施 總結歐盟搞出這一宗尷尬事件 看來中方早已知道 三合集團入股的公司 參與了全球門戶計劃 所以拋出大家合作的姿態 現在的球就在歐盟一邊 看看馮德萊恩如何接播 要將ETP要踢出局的話 第一是否有足夠的商業理由這樣做呢? 作為一個葡萄牙公司 分分鐘跟你打官司 第二是要求葡萄牙制出國家安全這一招 強制三學集團退出ETP 葡萄牙如果有錢 就不用出售國有資產 第三保留ETP在全球門戶計劃中 這樣就不符合馮德萊恩 跟蹤拜登反華的立場 結論是在全球化之下 很多大企業都會是跨國性很強的 包括股東的組成 從事基建相關的企業 和中資合作是很正常的選擇 而且稍微面對現實 想在全球搞基建 要完全繞開中國的元素 難度也挺高 其實如果西方政客 不像馮德萊恩那樣反華 要去中國化 就像王毅外長所說 大家對接一下 更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的 問題是歐盟的初心到底是真心幫人 還是一心要與中國搞對抗呢? 雖然馮德萊恩給外界的感覺 是時時都配合美國 但是現實上 拜登很多的反華政策 似乎都沒有考慮為歐盟帶來的傷害 例如歐盟告訴拜登政府 他們很擔心 美國針對中國的對外投資限制 可能會打擊歐盟公司 在美歐鋼鐵貿易協定難產的情況下 這令到跨大西洋關係 加添了一個貿易刺激因素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說 歐盟高級官員已經向美國同行 強烈傳達了這種擔憂 知情人士說 拜登8月份宣布的這項行政命令 涉及到自外發權問題 可能牽涉到總部位於歐洲 既有美國的投資者 也有中國投資者的企業 最終影響他們在歐盟的貿易 儘管這個行政命令的應用範圍很窄 但它可能適用於全球任何地方的美國人 消息人士還說 歐盟仍然在分析這項行政命令的全面影響 並計劃在明年這個命令全面實施前解決這些擔憂 美國財政部發言人回應說 這項命令嚴格針對和專注美國的國家安全 彭博社指出這些擔憂再度拉長了歐盟和美國貿易關係面臨的問題清單 在上星期華盛頓舉行的美歐峰會上 這兩個盟友未能就鋼裏出口關稅協定達成一致 並且在協商另一項關鍵擴產協議 令到歐洲企業從拜登政府政策中受益的時候遇到挫折 在連續幾個月向媒體吹風之後 美國總統拜登8月9日簽署行政命令 限制在先進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AI等敏感技術領域的對華新投資 並且要求美企就他們的科技領域在華投資的情況向美國政府進行通報 德國商界對拜登政府最新的舉措深感擔憂 並且擔心歐盟將會跟風美國採取相似的規定 從而對德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商界代表認為 德國和歐盟不應該跟風美國 應該避免在對外投資領域過度監管 歐盟的另一大成員法國就拒絕就拜登行政命令評價 今年早前訪問中國的時候 法國財長勒梅爾也拒絕就美國限制半導體製造設備對華出口是評論的 但他就明確說法國反對任何可能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的全球供應鏈脫鉤 勒梅爾訪華期間中法達成了57項的合作成果 涉及到5G通訊、航空、航態、金融服務等等 中方對於美方執意出台對華投資限制措施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與此同時一些中國科學界人士也站出來發聲強調 美國在某些敏感技術上對華投資禁令影響有限 因為中國近年來在這些領域對美國資金的依賴程度已經降低 南華總部援引多名的業內人士和分析人士說 美方這些限制看起來更具政治意義 而隨著中國政府不斷地加大對科技領域的資金投入 一些人還將美國出台的限制措施視為一個 中國實現自力更新目標的機遇 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也做好準備 尋求增強中國在這些科技領域的硬實力 對於美方這樣做,美國媒體也認為 這樣做是升級了美中之間的對抗 一些科學家認為這是一雙輸的局面 投資分析人士就警告中美科技戰和貿易戰 越演越烈對雙方都不利 甚至還會危及到 本來已經雷弱不均的全球經濟 結論就是美國越來越 歇斯底利地與中國脫鉤 環球企業包括美企受到的衝擊也不少 人為這樣製造一個又一個不穩定的營商環境 始終會反映美國自身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六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已經推出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部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粉絲 一 粉絲